這首歌也是跟上一次一樣 要融合道具 然後我們這次的道具是旗子 所以就會 有時候會有一點阻礙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沒有認真的爽過它 因為場地的限制 就連我們給陳寅老師看的時候 我們都是小小的拿 好 亂的地方是拿到了旗子 然後坐這個這個地方 好 但是不管高低 那裡就是亂 好不好 那裡就是亂 從那裡然後到要揮棋子 都挺亂 哈囉 各位 老師 超熱這個 我們現在在早前餐耶 因為今天本來是 CZ老師要教我們 我想說 今天不是跳決賽嗎 可是看他越走進來 那個表情越凝重 看到小杜老師進來的那個 迷之微笑 我就覺得慘了 一定是又要改舞 我決定 我們這支舞 要重新編排 我就覺得 哈哈哈哈 我們剩下兩千了 老師你不要開玩笑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 這支舞 要改 其實我也很掙扎 但就是因為 驗收之後的成果 看了四團的演出之後 覺得 就是 這支舞 這個樣子的 呈現 感覺上 會沒有辦法贏 所以 考慮了很久 我還是 決定想要 把這支舞重新調整一下 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配合跟 就是 跟完三天嘛 其實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因為 一開始沒有做很好 找小杜老師一定是讓我們變得更好 能讓畫面更好 這支舞更好 我們就一定要盡全力去做 我相信我的隊友 他們一定能做好 最一開始第一集 大家泡泡泡亮亮的這樣 好像很完美這樣 現在就看到 現在就看到大家的一切 非常真情流入 感覺從浴室出來都有 最後 就是要盡全力了 拚到結尾 所以 拜託明天 跟妳過去 一切就 豁然開朗 辛苦大家 加油啦 謝謝 我想要不留遺憾的 在 最後一次決賽 然後 好好的把這支舞 完成 跟 憋恩之心的每一個團員 就覺得 這首就是 我們最後的心血 我就是相信我的隊友 我覺得 只要我相信他們 那我們就可以成就好這一切的表演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女力團結就是 只要我們可以一條心 那我們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大家都有太多的 缺陷跟不完美 當我們 全部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變得 真的是在互補 互補互補完就變成一個完整的一員 我真的很希望就是 就是 開始跳那一瞬間 開始就 時間就 直接暫停 不要繼續下去 因為我真的很珍惜這一段 在第第五歲跟這些團員的 這些 旅程 打從心裡真的 很謝謝烈焰之心的每一位 還有 就是我很愛他們 烈焰之心 讓我變得 更喜歡交朋友 更相信 對其實以前就是有被 嗯 被朋友背叛啊 所以我一開始其實也會有點害怕 跟大家相處 但是 烈焰之心的這群女孩們 讓我 我以前真的不愛哭 我最最後講一次 應該沒有機會再講了吧 我以前真的不是愛哭的女生 但是 對 因為這是群女孩 讓我真的 變成 一個真正有血有淚的 Girls 所以我們要 好好完成 最後一支 戰物 我是菱哥世代滴滴五二的首席導師 楊澄霖 趕快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最新最獨家的滴滴五二影片喔